兄弟们,这一把的淘汰之王非常魔幻 而且还一场脸黑 脸黑到什么程度呢 本来也没有注意 剪辑的时候我才发现 开着甲克松走了4分钟才遭到第一个城堡 而且S一辆三菱妹妹 这两层呢我不是特别看好 因为我有一段不堪回锁的过往 我开着三菱 愣似被甲克松给淘汰了 你说错这是个什么事 但是没关系 这一把我相信我会为它证明 看一眼地图 去到了宝马X5的香味 没错,就是这个 证明什么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还是吃鸡重要兄弟们 直接拿着咱们的宝马X5 开着宝马X5哼着小曲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是旅游模拟器呢 就在俊师傅非常安逸的时候 突然后面杀出了一个层妖精 兄弟们,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9级的团王 哎哟啊,不会吧 我还装到房子了 兄弟们,那这把没了呀 这怎么玩啊 你们感觉能赢吗 反正我当时都准备拔车钥匙了 但是这一把就是这么魔幻 你们往下看就知道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天忆啊兄弟们 四级打九级都让我赢了 那这一把不得让我吃鸡 开上这个二手虫王 我非常的慧气 那是一个对手都没有碰到 都没有人愿意跟我比赛 就很尴尬 所以呢 咱们就来到了决赛圈 哇 十级的百年牛 还有一个雪佛兰 这一波的话非常有压力 诶 我的显卡怎么和这个样子 难道要坏了吗 OK 恢复正常 一点小差距而已 没有关系 终点一共只有六公里 等会咱们看一眼地图 应该再半三腰 OK 我没有猜错 这个点的话我是经常跑的 要不是脸黑再加上车不好 我是肯定能吃鸡的 这一次我可不让你 他走左边 我走右边 我就不相信赢不过他 哇 起飞了兄弟们 完了 完了 没有关系 卸掉尾翼也是我的战术之一 没有唯一的虫王 肯定可以爆发出来更大的速度 这里的话咱们继续走公路 哇 还有一个AMG1 不会吧 你AMG1跑这么慢的吗 刚才你在哪呢 这里的话 咱们也是选择直接越野 因为那个点在半三腰 可以直接穿过去的 但不会有石头吧 我服了兄弟们 这怎么也有石头啊 打完这一把游戏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没有关系 还有机会 AMG1和百年牛选择走公路了 那咱们这波 还是直接越野 瞄准终点 冲就完事了 只要不撞树哥 肯定能营养兄弟们 哇 真的有机会 还有两点多公里 其实已经很近了 就在前面那个坡上 OK 有机会 机是我的 感谢苏哥不杀针 OK 就在前面 哎呀 我服了呀 这个地方怎么突然冒出一棵树啊 没事 还有机会 直接冲线兄弟们 谁是第一 同时冲线的话 总不能算他是第一吧 我不服气 看一下咱们的第几名 哇 第二名 很可惜 看到这了 记得点赞点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